瑞塔是一个开朗而且自信的女孩 带着一只名叫美乐蒂的猎犬 一天,她和美乐蒂一起出发去探险 他们走过了一片森林 看到了许多不同的树木 在探险中,他们发现了一个被遗忘的屋子 屋子看起来非常老旧了 似乎已经被人遗忘了很长时间 瑞塔进入了屋内 发现屋内布满了灰尘以及青苔 她好奇地探索着 直到她发现了一间小房间 房间的门是敞开的 里面的摆设看起来像是一间书房 瑞塔发现了一本特别的书 书的封面上写着 这是一本神秘的魔法书 只有最勇敢的冒险家才能打开它 她决定打开书,并开始阅读 书中描述了一个古老的咒语 瑞塔念了以后突然一阵晃动 她被传送到森林的深处 四处没有任何光亮 瑞塔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美乐蒂也不见了 瑞塔心里非常紧张害怕 但瑞塔告诉自己不可以害怕 她四处寻找 突然她看到了许多光亮 原来是萤火虫们 它们发着光亮围绕的瑞塔 瑞塔鼓起勇气站了起来 心想跟着这些光亮 也许我就能离开这里了 于是瑞塔跟着萤火虫 萤火虫的光像魔法光芒一样照耀着森林 瑞塔也因此走出了森林 这是汪汪狗叫声 瑞塔高兴找到了美乐蒂 瑞塔高兴告诉自己 克服了陌生环境的恐惧 勇敢地战胜了自己的恐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